好 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於色愛惜者 則於苦愛惜 他意思是 你之所以會受苦 因為那是你的直取 你愛一個人 恨一個人 都在愛惜的直取裡面 那並不是說 那我恨他 恨也是一種直取 恨是由於他不如你所愛 不合乎你所需求 所以你恨他 那他還是由愛來 他還是以愛惜為根本的 這個愛不只是我們說的愛恨的愛 不是 這個愛惜貪愛包含了愛跟恨 因為恨是由愛不到 不能如我所希望的 這樣得到他才起恨的 所以他根源還是於愛 那麼因為你會傷害我 那你對我有障礙 你對我怎麼樣 所以他才起恨的 那愛也是這樣 所以 於色愛惜者 則於苦愛惜 於苦愛惜者 則於苦不得解脫 他就是在講這個 這個原因跟結果 好 如是受想形式愛惜者 則愛惜苦 愛惜苦者 則於苦不得解脫 我們著重在感受情感的 我們對他有非常不好的印象 那我們這個有直接 因為這種不好的感受 不好的印象或是好的感受 好的印象 都會讓我們對這件事情 對這個人有反應 那這種反應是出自於 所以我們很快的失慮過 那麼產生的 所以這個叫形 那麼受想形就是 當我們面對境界的時候 也許這個境界已經過去了 也許這個境界正在現前 也許這個境界正將要來 但是我們都會透過有所樣的 依過去的現象 依過去的經驗 結合我們現在的想法 那麼對於現在的境界 或未來將起的境界 或過去已經發生過的境界 採取一種我們認為比較好的反應 那這個其實就叫做受想形 那但是這種反應 基本上我們叫做無名相應 它意思就是我們這種反應 多數都是錯誤的 盲目的 直接的 那麼的反應 那這種其實是很快速的 很快速的 那所以經典都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巨聲 觸巨聲 就是其實它是 它並不是說一起現前 但是它都是很快速的 你會看它都是一起來的 但是它也許有前後 但是都是一起來的 同時有這種心理現象 那這種心理現象之後 就產生意 有反應嘛 反應就是造作 身口意的造作 尤其是身口 就是動發身口嘛 詩叫做動發身口嘛 其實它就是這樣 我們講開了其實就是 在描寫我們的心理狀態 但是因為我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佛法 受受想行是基本上 連不上我們的心理狀態 平常我們怎麼處理事情 怎麼思想事情 怎麼反應事情 你連不到五韻來啊 為什麼 那你沒有 你基本上不熟悉嘛 但是你實際上稍微想一下 你就會發現到 我現在是受法 我現在受生起了 我現在非常討厭它 那是因為我的感受不好 我執著於這種感受 那麼我現在看到它 直接就生氣 那是因為 基於我過去的印象 想嘛 受想思嘛 那你要有反應 你要起一個煩惱之前 一定有一個思心手 這個思心手 一定連結著受跟想 依你過去的經驗 跟依你過去的印象 那麼導致於 你現在做出這樣的反應 任何事情都這樣啊 那其實它就是跟你講受想行啊 那這種就是 由於你的事了別這些境界 過去的境界 現在的境界 未來的境界 那麼而產生你的受想行 那麼這一些就產生你的行為 就是業 這些業累積起來 就成為罪 讓你輪回六道 善跟惡 你稍微再把這個 把這個五運的一個運作 其實五運是佛陀描寫 我們現在的生理狀態 六道是描寫 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 這個生活 這個世界空間的狀態 那你五運 三界六道 這一些 其實你要先認清楚 第一個你在什麼樣的狀態 你現在的心是什麼狀態 你都是怎麼反應事情的 煩惱到底都是怎麼生起的 那煩惱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煩惱 你這個先弄清楚 弄清楚了之後 接下來你要著意的 著意的就是 我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才可以去除這樣的煩惱 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去除 先控制 調伏 然後才斷除 你要先能控制他 不讓他延續 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人就很生氣 我先要控制他 你叫我對他不生氣那不可能 因為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我習慣性看到他 我就想到他對我的傷害 所以你必須要控制 讓這一種氣氛 讓這一種怨恨不擴大 你不要讓他說完全沒有 那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你先 你因為你平常看到他就氣 現在看到他沒那麼氣 已經很厲害了 後來再看到他 漸漸覺得他也很可憐 至少 我雖然因他而受苦 但是至少 我未來有希望 我知道怎麼離苦 他雖然讓我受苦 但是他也讓自己受苦 而且他未來會一直受苦 我還不一定救得到他 那你這樣想一想想就覺得 其實 以前是我比較可憐 但現在看起來他比較可憐 實際上是這樣啊 你慢慢慢慢 你那個怨恨就沒那麼深 真的 你好好想這些問題 想清楚了其實 就是 你就會發現到為什麼愛喜 是會造成你的苦 愛喜是一種直取 他並不是愛 因為恨也是一種愛 恨是因為愛不到嗎 不能如自己所愛嗎 那麼 所以他就是一種直取 所以佛陀曾經講 那 那 不見一法直取而無罪過者 就比丘 不見一法直取而無罪過者 直取受想行事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通常造業是因為 我感覺不好 所以這個受很重要 所以要讓你叫你觀受是苦 其實就是讓你不要直取 苦不是說 他就是我救啊 沒有錯啊 他就讓我受苦啊 所以我才起承認心啊 不是 是因為這個直取 你這個感受 讓你這個苦受 讓你自己受苦 你要離開這個苦受 你就是不要再直取 所以這裡就是 你要離這個愛喜 你要離苦就肯定要離那個直取 如果你不離這個直取 你就離不了苦 但是你要離苦之前 你先要知道 苦的原因就是直取 你直取他過去怎麼樣 你直取他現在怎麼樣 你直取他 特別是你直取他對我怎麼樣 如果這個人不好 但是是隔壁鄰居的 對他父母很不孝順 雖然你也很氣他 但是你不會把他放在心上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討厭他 但是他不會讓你造成痛苦 你也是討厭他 但是他不會成為你心中的痛苦 但是如果 如果他就是跟你有關係的人 那就是你的痛苦啊 你一定會直取 因為他傷害的是你 那麼這種 你越直取你就越苦 但是說我不直取我也會苦啊 因為他就是 他就貪天在傷害我 你不直取也會苦 但是這個苦的形式不一樣 因為他傷害不傷害你 不是由你決定的 是由他決定的 即使我對他好 他對我也是不好 但我還是苦啊 但是你要知道苦有兩種形態 苦有兩種形態 一種叫做生苦 一種叫做辛苦 這個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個學習說起來還相當複雜 但是再怎麼複雜的 再怎麼複雜的狀態 也不夠就是你心的狀態 你自己家裡面的東西 再怎麼亂 你稍微多看幾眼 你也知道亂中有序 這個擺在哪裡 那個擺在哪裡 缺了針要去哪裡找 缺了菜刀去哪裡找 缺了剪刀去哪裡找 你還是可以找得到 久了久了你就很清楚了 心雖然很複雜 但再怎麼複雜 他就是你的心 天天這樣演 只是你沒有去看清楚他而已 所以 他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這樣 所以餐長也有人跟我講 我也不想這樣啊 但是他自己就這樣啊 那意思是怎樣 意思是 你自己一個心 然後你裡面一個心 他不聽你的話是這樣嗎 是你控不治了他 是你在控制他 他在控制你 那到底現在是有幾個心 到底什麼是心 但是我們常常會發現這樣 那就是 你的心有這種習慣 你不知道你到底的心 所謂的心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就不想這樣做 為什麼他自己就這樣做 我不要他這樣想 他就這樣想 我有什麼辦法 我們常常會 我自己也說我會覺得這樣奇怪 我就明明就不要這樣 可是 自然來了他就這樣啊 我就告訴他不要這樣想 不要這樣想 沒有多久他又這樣想啊 好 那你會發現到 有一種感覺啦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心 那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心 意思是怎麼樣 我是一個人 我裡面有一個心是另外一個人 好像他是你的兒子 你控制不了他一樣 沒有 我就是心 心就是我 只是你不清楚 只是你不清楚 就好像說 你家的菜刀 你找了很久找不到 好像他不是你家的菜刀一樣 他自己會跑一樣 不是 所以 因為我們沒有習慣 關照我們 到底都怎麼起煩惱的 我們只會知道 我起了煩惱 我要趕快消除煩惱 煩惱是因為你讓我起煩惱的 所以你趕快消除 你趕快離開我就沒煩惱了 這個有一點像什麼呢 這一杯水很好喝 這一杯酒很好喝 那麼 不是我貪喝 不是我愛喝酒 是這個酒太好喝了 如果這個酒不那麼好喝 我就不會貪喝酒 好像是這個問題 這是酒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如果他沒那麼好喝 我就不會想喝酒 問題是他太好喝了 誰看到都會想喝 真的是這樣嗎 那這個就是 一般我們會覺得這樣 這個人這麼惡劣 是誰都會生氣 真的是這樣嗎 是佛也會生氣嗎 是佛也會生氣嗎 不會 三果就不會 為什麼 他沒有稱恨心 所以 但是我們一般 那你 有人再會講 那我是凡夫 又不是佛 如果我是佛 我當然不會生氣 不是因為你是佛 你才不生氣 而是你要不生氣 你才能成佛 這個因果關係不一樣 不是我成了佛 我自然就不生氣 不是 你要等到成佛才不生氣 你就永遠成不了佛 你必須克服你這個成恨心 你才能成佛 遇到會生氣的事情 你能夠降伏 釋迦牟尼佛沒有遇到二人 二陰二元二事嗎 多的事喔 我告訴你 我們的境界還不比他耶 你有人 你遇過有人拿著刀子 割你的耳朵嗎 割你的手嗎 割你的筆嗎 你還不生氣嗎 沒有啊 你沒有遇過這樣的 是像摩尼佛遇過啊 他克服了 他不生氣 所以他去掉那個誠誠心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 政府生法人 這是一種 就是我們 我們是夜報生 你要知道夜報生 我們是生在娑婆世界 這個夜報生是有肉生 什麼叫做有肉生 有肉就是你具足煩惱 你有煩惱 具膚的 所以你也不要要求 境界很順 我告訴你 沒有那種 如果是這樣 你早升天上了 那你不升天上 有一兩種 一種就是 你可以升天上 你不升天上 你是發願來的 你是發願來的 要來人間行菩薩道的 具膚凡膚 就是你現在之所以在這個世間 只有兩種原因 你現在在這個世間 做娑婆世界 做人 有兩種原因 做人還是好的 但是只有兩種原因 一個叫做你一夜 依這個夜而來的 一夜的輪迴 一夜輪迴來的 你不能自主的 一種不是 一種是一夜 你可以升天 你不升天 你來人間行菩薩道的 只有這兩種 那如果一夜來的 那你要知道 你是一夜報生的 你要解決的就是你的煩惱 不然你下一次還是不由自主 但是你有可能一夜來的 一夜來的 你那個善心你要想一想 我都沒有做這些不好的啊 但是我會受這個苦 那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你的內心裡面 有沒有具足那些煩惱 如果沒有 那麼你為什麼要受這種苦 就是你的誠誠心不強 但是你卻短命多病 你的貪愛心不強 但是你卻貧窮卑 好 那麼你要想 那可能是多生以前的夜報 或者不是 或者我就是要來報恩的 要來行菩薩道的 要來視現人間菩薩行的 那所以 你好好想 你就 那你內心中有什麼善願 你不斷依你的善願去做就好 那所以你也不用 這個世間本來就這樣 不是一切的眾生你都能叫化 不是一切的眾生都會聽你的話 也不是一切的眾生都對你好 雖然你對他好 但是不一定他都會對你好 但是 不管怎麼樣 這個世間很短 你要把握你要做的事 等一下瑜伽希斯林會講 他後面就講這些 你不做你應該做的 進做一些你不需要去做的 你要求你要求的 你只是求那一些 你根本就不需要求 求了也沒有用 也求不到的東西 那當然你就是白做工啊 所以你是一怨而來的 我們叫做蹭怨而來 就兩種而已嘛 一夜輪迴跟蹭怨而來 那但是 多數還是有一些人是蹭怨而來的 像醫生導師他肯定會再來 肯定會再來 聖言法師這種也肯定會再來 真的 他再來他又不一樣 但是他知道苦啊 他知道人間苦 就是苦才要來啊 為什麼 要帶領大家離苦嘛 就是苦才要來啊 你們說那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因為那邊不苦所以我才要去 不是 因為有苦我才要來 跟釋迦牟尼佛一樣啊 因為人世間有老病死所以我才來的 我來解決苦的 就是大家有病 我才來當醫生的啊 我來治病的啊 我不是來吃喝玩樂的 我就來幫大家治病的 那麼這個是蹭怨的 那我們是 因為那個佛才不會起稱恨心 而是先要克服稱恨心 才有可能稱佛 而且稱恨心 如果你比較沒有稱恨心 你就離三二道比較遠 如果你的稱恨心比較重 你會離三二道比較近 比較有可能墮三二道 貪愛還不一定喔 但是稱恨就比較容易墮三二道 就算你很有修行 你的稱恨心重 你還是會墮什麼 墮天龍八部 墮阿修羅 那基本上是這樣 就算你功德修得很大 但是因為你稱恨心 你還是很容易墮羅叉 阿修羅 錦納羅這一種的 所以我們在往底下看 朱比丘於色不愛惜者 就反過來講 愛惜就苦 苦就不得解脫 就會輪迴啦 苦就是有業有罪 你有業你就會輪迴 就受爆嘛 你有業就要受爆 那愛惜就是煩惱 煩惱的根本 我們叫做貪嗔痴 貪嗔痴在減縮 叫做無名跟貪愛 那麼有時候直接講無名 有時候直接講貪愛 但是它都是煩惱的根本 有煩惱就會造業 造業成熟就會受爆 那麼受爆就會受苦 你沒有解決煩惱 這個苦就會一直延續 就叫做輪迴 所以這裡就是所謂的 有愛惜則苦 因為造業嘛 造業有罪嘛 罪就會受苦嘛 那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它是貨業苦 那麼苦就是輪迴 苦就是輪迴 一直輪迴一直輪迴 那麼假設你不愛惜的 那麼你就是真正不喜意苦 有誰會喜意苦的 你嘴巴說不喜意苦 可是你的行為卻會讓你一直受苦 你的心態卻讓你一直受苦 你是不想受苦 但是你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行為 就會導致你一直受苦 所以你是背道而馳 你要修的是离苦之道 但是你實際上做的是受苦之道 那他講的就是這個啊 所以如是受享心事不愛惜者 則不喜意苦 不喜意苦者則以苦得解脫 所以那個止取 你只要斷止取 那麼養成不止取的個性 那怎麼養成不止取的個性 世間上不管發生什麼事 好事壞事 它都是因緣合合的 那麼有一些事情不是我決定的 簡單講 國家要怎麼走 不是你決定的 天要下雨 兩要嫁人 這不是你決定的 一般人講的 所以你不要因為這樣操心 那你兒子 你先生 你公婆女女兒 這不是你決定的 你可以影響他 但你不能決定他 你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但你也僅止於發揮你的影響力 你不能決定他一定要怎麼做 那你有止取跟沒止取就是 我盡我的能力協助他 但最後他會怎麼樣 不是我決定的 那你有止取就是 我已經努力做到這個樣子的 你還不照我的意識做 擺會我的功夫跟心機 所以我就很生氣 我越努力 你越不這樣做 我就越生氣 那個就叫做止取 但是你他越不這樣做 你就從另外一個方面努力 想方設法影響他 而不是要決定他要控制他 不是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要很清楚的認知 你這個宇宙 這個世間有那麼多眾生 你唯一可以 決定的就是你自己而已 甚至多數時間 你也決定不了你自己 我就想這樣做 但是他就不這樣做 我是想這樣說 但是偏偏說出來就不是這樣 你有時候你也決定不了你自己 你先搞定好你自己 能夠決定你自己 那個叫做自在 我說不生氣就不生氣 我說不执著我就不执著 我說放下就真放下 你先決定好這樣 這件事你做得到的 那麼你會發現 你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就算你不特別去講他 他也會因你受影響 但是還是有一些影響不了的 釋迦牟尼佛算有心了吧 算有利了吧 算有善巧方便了吧 算有大智慧了吧 你以為他能夠影響一切人喔 沒有也沒有 善心比丘 提伯達多 兩個都是他的徒弟 兩個都墮地獄 還有其他的人呢 不是可以影響一切人 但是你唯一能夠影響的 有一個肯定 有一個決定 就是你決定可以決定你自己 你不斷地在塑造你自己 影響你自己 那你一定要先看到你自己 我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態 當你有力量的時候 你站在那裡 人家就受你影響 雖然也不是所有 雖然也不是所有 但是多數的人會受你影響 跟你有緣的人會受你影響 有善根的人會受你影響 就算你都不講話 真的 你那一種表現出來的氣質跟特質 自然而然 就會影響人 一朵花開在那裡 它沒有講任何話 但是蜜蜂蝴蝶就來 一包垃圾丟在那裡 它沒有講任何話 老鼠蒼蠅就來 為什麼 同類 聚集 它是同樣的特質所吸引 它一定會受影響 所以你現在 發現到自己的煩惱 不斷地在散發味道 你還一直要影響別人 覺得別人很臭 覺得這個蜂蝴怎麼這麼多 你是不是思考 你家裡面是不是放了一包垃圾 你心裡面是不是放了一包垃圾 但是就算我們很乾淨 偶爾也會有蜂蝴飛過停在我們這裡 但是那個只是偶爾 它不會一直聚集在那裡 因為沒有吸引它的東西 但是就算你非常乾淨 也不可能都沒有一隻蒼蝴會黏在你身上 但是 就算有 那是暫時的 偶爾的少數的 你不要因為這樣操心 你觀察你自己的內心 你就會發現到這種事實 如果沒有 你怎麼除都除不掉 你會覺得 怎麼這個世界這麼亂 是因為你的心 先有在心間亂 那麼世界就跟著亂 相應嗎 你好好想這個問題 那麼慢慢慢慢你就會發現到 一開始辛苦一點 久而久之久而久之慢慢慢慢 還是會有不好的境界 但第一個現象就是這些不好的境界 不好的人事物 影響你不大 不深了 就是你還是會在意 但是一下子就過去了 不那麼在意了 真的 那漸漸漸漸 不好的境界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你越在意某一件事 那種境界就越多 真的 相應 相招感 那 但是你現在已經是改變了 但是為什麼還有那種境界 過去的業力 過去的因緣它會有 但是你如果沒有把這個癌過去 那麼你不斷在造新的業 那麼未來就會持續 所以當你已經努力了 保持內心的清淨的時候 但是還有一些不好的緣 當你已經都是善心善緣的時候 還有一些恩怨的時候 你不要氣餒 那個是過去的業 過去的業會過去的 那你只要保證 你在受這個苦的時候 不要造新的業就好 那麼就不會有 以後就不會有了 所以 起煩惱沒關係 不要讓它一直起 只有這樣 你受苦才不會一直受 反覆受 因為你反覆起煩惱 反覆造業 那麼都在於你內心的質取 你沒有認清楚 五韻不是你所想像那樣真實 甚至到底我是什麼 那這個是我們後面要探討的 但是先要知道我的狀態是什麼 我到底是什麼 我的狀態是什麼 我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我到底都是怎麼起煩惱的 先看到這個 那這個是這一部經 主要要告訴你的 找到根本 解決問題 它是它要告訴你的道理 好 這個時候比丘文佛所說 歡喜奉携 好那後面一樣 都是無常苦空非我 正思為無知等四種 急於色喜樂 色喜樂就是這一經 前面有無常苦空非我 正思為無知等四種 加起來就十經 好 那現在來看 余解釋的解釋 這個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蠻有意思的 他說余夫相 就是我們迷 什麼叫做 為什麼 因為前面講嘛 前面講 你有愛惜者 這一苦愛惜 哪有人會愛苦的 所有人都不愛苦 但是 不是說你愛苦 而是說你會一直受苦 是因為你有愛惜 當你愛惜於色受想行事的時候 就是愛惜苦 就是你去找苦吃的 叫做你自找苦吃的 哪有人會自找苦吃 有 你看起來像要離苦 但是你的行為 跟你的心態 就是準備要受苦 其實是這樣的 好 所以這個叫做余夫相 所以都要先找到那個煩惱相 余吃相 起煩惱是因為無知 是因為無知 好 不曉得這樣的煩惱 其實是讓自己受苦而已 他說有兩種余夫之相 這個是余解釋 這邊在解釋這本經的 第十經這個 他說 這個哪兩種呢 第一種 余所應求不如時之 你到底應該要做些什麼 你不真知道 你一般我們要做的就是 讓我們不受苦嗎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間 其實都是努力的讓自己不受苦 那 包括我們讀書 我們吃飯 我們喝水 我們睡覺 其實都是因為你有苦啊 你不睡覺你會苦啊 你不吃飯你會苦啊 你不喝水你會苦啊 你不讀書以後賺不到錢你會苦啊 被人家看不起你會苦啊 反正我們做的種種事情 包括我們來學佛來聽經也是這樣啊 其實我們只有一個目的 讓我們不要一直受苦 不要持續反覆的受苦 就算會受苦也不要受那麼重的苦 就這樣啊 這個是我們很微小 生命很微小的需求 那麼最好就是永遠沒有苦 那可不可能做到 可能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怎麼做 現在就告訴你這個吧 好 他說 他說 於所應求不如是之 就是我們所追求的 你到底在 你到底這樣做有什麼意義 對你有什麼幫助 能夠解決你什麼問題 這個我們有時候沒長長去想 你念佛 你拜燦 你誦經 你持咒 你持戒 你供水 你供花 你供香 你施食 好不管 我們有很多宗教的意思 這些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念大悲咒 你念念念咒 你念六字大明咒 你念準題咒 好 這一些 到底 這些都是方法 這些都是方法 道就是方法 這些方法 到底在解決我們 什麼問題 看不外乎就是 增加你某方面的能力 好用這些能力 去解決你某方面的問題 不外乎就是這樣啊 你利用念佛 持咒 不思 共花共水 施食 這些種種 增加你某方面的 我們叫做功德 就是你心的作用 那麼這一些功德 來解決 或圓滿你生命中的某些缺陷 來解決你生命中的某些問題 不外乎就是這樣 不管世間認得的一切知識 宗教哲學 都是這樣 只不過 都是在解決問題 經濟學 政治學 生理學 生物學 不管化學 物理 不管什麼學 都是在解決問題的 那麼要解決問題之前 先了解這個現象 先解釋它的現象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那樣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原理 來形成什麼作用 利用這種 利用這一種東西 來解決什麼問題 不外乎都是這樣啊 包括我們學習佛法 也是這樣 只不過佛法在種種的知識 就是宗教哲學裡面 我們發現它是最徹底最圓滿最究竟的 不過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學佛 所以你要回歸到你學佛的根本目的 是要解決問題的 那一般最簡單的說法叫做 勤修戒定位 戒定位是一種能力 增長我們這部分的能力 解決什麼問題 你熄滅貪生吃 不外乎就是這樣 真的是要解決貪生吃嗎 不是 要解決因貪生吃而造成的生死輪迴苦 因為你有貪生吃 你一定會有業 有業一定會有輪迴 有輪迴一定會有苦 不過就是這樣嘛 這個就是這一部經要講的啊 那你把它弄清楚 你其實你就可以再拉回來 你知道你很清楚你學佛是要學些什麼 你不會學了佛 不會解決生命中的問題 不會解決看不清楚心理上的問題 心理上的問題就是你生命的問題 生命的問題就是輪迴的問題 可是我們沒有啊 我們學佛是一回事啊 生活是一回事啊 戒定位是一回事 煩惱是一回事啊 我們的戒定位好像 好像有一點點像不斷賺錢 存錢存在銀行 然後沒有錢買麵包 沒有錢買水 然後又雞又渴 煩惱來了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我們送了很多經 念了很多佛 念到那個念珠會發光 念到那個玻璃有蓮花 但是煩惱起來 一點辦法都沒有 念到大悲咒很感應 可以幫人家治病 可以幫人家收經 但是煩惱一起來 念了大悲咒也不能邀煩惱 也不能除煩惱 我們變成這樣耶 你好好想喔 那你到底學佛是學些什麼 你就是學來幫人家治病的嗎 學來展現你有學佛的嗎 你學了佛去解決不了你內心的煩惱 你煩惱起來了 你一籌莫展 你用了很多方法一無四處 好那我問你 那你為什麼學佛 你學來做什麼 所以你看喔 兩種餘夫之相 於所應求不如時之 非所應求而反生起 你做的你不應該做的 應該做的你卻不努力做 那麼應該做的你沒有知道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那來看 何等名為是所應求 你到底應該真正你的根本 你學佛的根本 那麼你應該要放在哪裡 所謂涅槃諸行有滅 就是離苦吧 什麼叫涅槃 一切苦的究竟熄滅叫涅槃 這我們說過嘛 一切苦 不是一種苦 不是兩種苦 不是愛別女苦 不是怨政未苦 不是生老病死苦 只是一切的苦 不是暫時的熄滅 過三天又起來 過三年又起來 過三生又起來 過三大阿真居節又起來 不會 一滅就永滅 一切苦的究竟熄滅 因為學佛沒有什麼 就是離苦 所以佛法叫做離苦之道 佛法的涅槃就是洗苦 一切苦的洗滅 我們是因為有苦 我們才學佛 所以叫苦即滅道 因為有苦 我們要滅除它 我們才學佛 學很多種方法來滅這個苦 有這種病 才需要找出治這種病的藥 沒有這種病 你治那種藥做什麼 研究那種藥做什麼 你要治誰的病 都沒有那種病 有了這種病 當然就要想辦法 找到這種病的解藥 像現在新冠病毒 在做疫苗也是這樣 好 那所以一樣佛法也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 而諸諸於夫 你真正要求的就是求滅苦 這件事是你生命中第一件大事 那用一般人說的就是 什麼事都是小事 只有輪迴生死不斷是大事 把重心放在這裡 但是也不是其他事都不管 不是的 而是你的重心放在那裡 但是你就是朝那個目標走 旁邊看到有需要幫忙的 你一樣幫忙 要休息的你一樣休息 但是你就是有一個固定的目標 往這邊走 所以他說 而諸於夫於當來是諸行不生 多無藥鬱 於諸行生唯有心樂 就是說 於當來是諸行不生 就是 你未來沒有輪迴這件事 你不再有輪迴這件事 你沒有生起藥鬱 你沒有這個心 叫做出離心 很簡單 這簡單講就是 你沒有出離心 沒有出離一切苦的心 你嘴裡面喊著 我不要再受苦 我不想受苦 可是實際上 你卻沒有努力 努力去讓自己不受苦 你只是不斷地祈求 諸佛菩薩讓你不受苦 而沒有努力去讓自己不受苦 你說我努力了 我一天唸十萬身佛 一天唸一百零八面大悲咒 你沒有真正找到你受苦的原因 又不是諸佛菩薩讓你受苦的 又不是你不念大悲咒受苦的 如果你不念大悲咒受苦 那你念了大悲咒就可以不受苦了嗎 如果是諸佛菩薩讓你受苦 現在你求諸佛菩薩 他可以讓你不受苦嗎 現在不是他 現在不是因為你不念佛受苦 不是因為你不念咒受苦 不是因為你不念經受苦 是因為你起煩惱受苦 你要知道這件事啊 你自己起煩惱受苦 你去念佛 叫佛讓你不受苦 你吃了這個東西 拉肚子 你去叫佛讓你不拉肚子 你不吃就好了嘛 你吃對的東西 不要吃這種東西就好了嘛 你吃那麼有讓你變得這麼胖 你去祈求佛念一個不胖經 讓你自己不胖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嘛 念一個減肥經 讓你自己不胖 不是 沒有這種道理 那你想想 我們自己起煩惱造業 然後我們去念佛 叫佛讓我們不要因業而受苦 那這樣的方式 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嗎 不是啊 那你說那我不要念經 念經就是要讓你明白這種道理啊 就是要讓你明白你的煩惱 你看這個不就是講這個道理的嗎 那你現在沒有把這個 比如說你把這個第十經 如是我文藝史佛在社會口很短嘛 比心經還短 你一天念個兩千遍 能滅苦嗎 不能滅啊 那我們把這個叫做滅苦經好了啦 叫做解脫經好了啦 我最近還看到Facebook上 有一個人寫的更離譜 他說有一個叫做解脫咒 那這個解脫咒 說他用放文寫的嘛 解脫咒 這個解脫咒很有威得力 你只要貼在哪裡 你只要貼在哪裡 看到他 看一眼的人 即使只是用一眼睛看他 都能夠滅一欲解的生死重罪 然後你如果把它貼在房間 你就能解脫 有解脫做這種事嗎 不可能嘛 甚至我說上次有一個人 有一個法師在宣傳 什麼大水球 大水球咒 那個咒 做成手環 戴著就可以解脫 甚至把那個咒語貼在 他說要把這個咒語貼在 那個太平間 那個兵衣館裡面 因為兵衣館很多屍體都會經過嘛 經過只要那個風吹到那個咒 再吹到那個人的屍體 那個人就往生淨土 你都不問他是信佛教還是信基督教 他又沒有要去淨土 你把他缺到淨土去做什麼 這個有道理嗎 他說不定他不要去咒 他都不知道 但是當然不可能 如果這樣就有人缺去 那太厲害了 所以 但是這樣講有道理嗎 沒道理 但是聽了就歡喜嘛對不對 我們聽了就說佛法好殊勝 趕快買一個來貼 不管有效沒效 至少 萬一有呢 可能有呢 你這樣想就叫做你是愚痴 愚痴無名凡夫 不可能的是你還在期待他可能 那就是什麼 你根本就不懂得這個理 你根本就完全不懂 你這樣來學佛是很危險的 誰跟你講比較好 你就靠到哪一邊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你一定要改變 一定要轉變 你要轉業 一定要先轉念 你不轉念 再厲害的佛菩薩 也沒辦法 真的 那我們來底下看 他告訴你什麼叫做余痴相 這個就是余痴相 余當來是諸行不生 就是 解脫啦 不再 不再輪迴啦 那麼 就是再沒有這個武運 受苦 沒有生死啊 再沒有生死 那麼多無要欲 沒有這個出離心 你的目標不明確嘛 第一個就是你目標不明確嘛 再來就是你的方法不正確嘛 很簡單是這樣 你的目標不明確 你就永遠達不到目標 你的目標明確了 你的方法不正確 你也到達不了目標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啊 所以余珠行身 唯有心要 就是你對於出離三界 對於離苦這件事 你沒有心 那麼你要的就是 我這一世怎麼樣過得幸福快樂 當然 你未來是可以解脫 跟這一世的幸福快樂 沒有衝突 就是說你這一世也可以過得很幸福快樂 然後來世可以得解脫 是可以的 所謂的幸福快樂就是自在無憂無憂 依佛法講 你學習了佛法 你這一世可以過得很自在無憂無憂 那麼來世也可以得解脫 但是我們沒有來世間 我們只想要不受苦 特別是我們現在不要受苦 捨不得讓自己受苦 可是因為我們的習慣 就是懶著 你認為的快樂 這個實際上是你受苦的原因 你認為的幸福實際上是你輪迴的原因 所以你不斷在追求你感官上的刺激 或是心理上的慰藉 或是表面上的幸福 實際上是這樣啊 然後因為這樣不斷的起煩惱 造作惡怨 這個其實是你不幸福的因 就好像有些人沒有錢很辛苦 為了讓自己有錢去搶錢去騙人 自己心裡面承認心很痛苦 為了讓自己不承認去殺人去打人 那解決了苦 實際上你這種你這種解決苦的方法 其實是讓你更痛苦的方法 就是讓你更痛苦的原因嘛 但是你不知道啊 這裡就是你的魚吃相 你沒有弄清楚因果月報的關係 所以他這裡講 魚當來諸行不生多無躍鬱 簡單講沒有處理三界的心 沒有真正要處理一切痛苦的心 魚諸行唯有心願意 就是對於現在的這些境界 對於滿足自己的心理感受 生理感受 那麼不斷的耗藥 所以由事因緣與所因求 及諸行生所有重苦不如之之 你沒有辦法真正了解 你為什麼會受苦 你到底在受些什麼苦 你沒有去如實之 因為你沒有處理一切 所以你不是真正要解決苦 所以何等名為非所因求 他後面就解釋 什麼叫做不是你應該要這樣做的 你卻反而去這樣做 非所求者 就是說 他說不是你所因求的而反生起 非所求者為老病死非愛何何 就是我們講的苦 有生就有什麼老病死 非愛何禮 何慧叫做怨政慧 所愛別禮就是愛別禮 所欲潰乏 你所想要的都沒有 你不想要的卻很多 那麼這個叫做求不得 其實就是這些嘛 那麼由於這一些 老病死愛別禮怨政慧求不得 愁嘆憂苦種種熱鬧 那起種種的煩惱 那麼因為這種種種的煩惱 比如是諸行生起 反生信仰 那麼你對於這一些東西 生起種種的煩惱 其實你看起來 你想要遠離這些苦 但實際上你的行為 都在讓你有輪迴 有輪迴就必定要受這一些苦 所以他才會講 那因為有諸行 一氣就是有業 有業就有抱 有抱就有這些苦 那麼於生為本 就是因為有生就有死 有生死當中就有老病死 願就愛別禮求不得 所以這是一切諸行 就是這一些 不斷無常生滅的這一些有落法 生起樂著 於生為本所有諸業造作積極 簡單講這個寫的有一點點 就是我們講文言又不好讀 玄奘範義都是這樣執意的 簡單講就是因為 你起煩惱造業然後受苦 那麼你對於這種苦沒有正確的方法處理 你又在這個輪迴的苦當中 這一生當中 又為了要避免苦 要追求這一些欲樂 實際上要追求你 你所謂的幸福 你所謂的美滿 然後不斷的造業 那因為造業反而讓你未來 受更多的輪迴更多的苦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造 然後 所有諸業造作積極 由是因緣 於有生苦即生為本 老病死 有生就有老病死 然後有生跟死 就有願真會愛別禮求不得不得解脫 如是名為非所應求而反生起 這本不是你要的 你本不求苦 但是反而生起種種的苦 是因爲什麽 因爲 我們叫做適得其凡 我們想要離苦 但是反而讓我們受更多的苦 方法不對 第一個你沒有處理心 第二你沒有正確的方法 你沒有從苦因下手 苦因是什麽 愛喜 直取 直取種種的身心境界 那麽這個是主要的原因 好 那麽再看第十一經 這個都是有相關聯的 他說 有一天佛在齊眼驚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講 過去未來色無常 況現在色 這個講到所謂的三世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我們所有的一切法 都有這個像 其實 其實就是生住意滅下 那麽生就是過去沒有 現在有 過去沒有 現在有 叫生 那麽現在有一直持續的叫做住 那麽雖然有漸漸要消失了 還在 但是漸漸要消失了叫做意 那麽 那麽 最後消失沒有了 叫做滅 那麽 那麽對友情來講 就叫做生老病死 對一切的境界講 一切法講叫生住意滅 或對我們的心理來講 叫生住意滅 那對這個國土世間講 就是什麽 沉住壞空 它就是三種世間嘛 國土世間 那它都有所謂的過去現在未來 我們講世間是三種世間 國土世間 有情世間 跟五運世間 有情有三界六道 國土有三世有十方 好 那麽不管怎麽樣 它都是 你看 這個國土世間 我們說到 它的一個像 就是叫做沉住壞空 來形容 過去沒有現在有 現在有了 持續 那開始改變 後來 後來又沒有了 或者說現在沒有了 那過去曾經有 那麽友情就是生老病死 一樣 那由這個看到無常 由這種像 變化像 看到無常像 由無常像 看到無我像 佛法是從這個地方切入的 那麽從五運裏面 看到生住壞面 那麽其實一切法都是生面像 那其實它就是這樣 那過去現在未來 過去 現在 未來 有 衝 那麽 amin 那呢 啡 一些都牵涉到 一切相 都有所谓的 其实时间不是时相 就是 时间到底是什么 其实时间就是由这些深柱灭相 我们感受到有一种 有一种好像不断不断 我们常常讲 岁月如梭 光阴是箭 时间好像一把箭 一直往前射 一直往前射 不会掉下来的 好像那个支布的梭子 叩叩叩叩叩叩叩 那个梭 那个梭就是支布的那个支布机 那么不断不断不断在弄的 我们觉得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深面向 像箭这样一直往前射 那个是我们的感觉 就是不断往前 不断往前的时间流 其实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一种望向 但它就变成 依这个时间所能理解的 就变成过去 现在 未来 用这个来理解 好 我们先下课